大家好,歡迎收聽網向快報 今天節目的日子是2019年8月23日 這裡有我紐西蘭的伊德塔洋 另外也有在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曾經歷史 大家好 台灣許樓山 大家好 還有馬來西亞馬來勁 大家好 還有加拿大加燦生 大家好 哇,這集還滿滿了 節目之前剛剛聽就給個讚 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按一下我們的鐘仔 youtube上面的鐘仔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繼續各位支持我們壯大中間的力量 和宣揚這個理性的聲音 這一集回來繼續說回那些 那些黃衛兵 怎樣搞小孩 搞小孩真的很衰 那些真是天諸地滅 真是,很沒人性 因為其實大家看,數回的問題 他們之前就去過這群暴徒 就去過他們黃大仙的警察宿舍 就扔石、扔磚、噴字 搞到都幾大件事 都嚇到那些家屬都很厲害 那種狂噴呢 噴了幾個大詞 我到現在都很深刻印象 就是叫禍必及妻儀 是吧 有些網台的主持都還要這樣說一份 我看到都很生氣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初來就想著 這群人是不是都是玩一下就算了 還是怎樣 就是得個up 還是怎樣 現在不是啊 是堅造 是堅造 那些文宣都開始出來了 那有一幅圖寫著 呼籲所有同學老師、學生家長 叫學生家長 還要 九月開學校 杯葛這個警耳袋 那些小朋友 完全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要這樣把這個問題帶回學校呢 學校其實是那些小朋友 他們自己在裡面的那個交際 或者他們的生活圈子 為什麼要把他們父母 或者他們在父母在工作上的東西 或者他們生活上的東西 帶到他們小朋友 他們這個天真無邪 或者純粹為了學習的地方 而要這樣呢 是吧 你是發動那些同學 都要這樣去批鬥那些 那些警二代的小朋友 是呀 其實 其實很可惡 他們現在 就是因為他們的家長會 是有那些WhatsApp group的 就是有幾家學校 就是我有些朋友都在裡面 那他們有些黃絲 就是黃衛冰 就開始宣傳一件事 就是呼籲所有同學老師 學生家長 九月開學後 就杯葛景二代 那他裡面 就改了一幅 英文教科書的圖 那他講什麼呢 那他裡面有幾個小孩 一個叫Mary Mary就說 Hello, my father is a policeman Can I join you 跟著一個Charlie就回應了 Your father is a killer 就是說他爸爸是殺人犯 警察是殺人犯 其實這些根本就不可以 灌輸給小孩的信息 因為如果小孩被人欺負 他們被人性侵犯 那些事情 他是要報警的 你不可以這麼小 就把仇警的情緒灌輸給小孩 這件事是非常之有問題的 那那一幅圖 就有一個小孩 叫Betty We don't want to play with you 那是小孩 另外一個小朋友 Peter 就說Go away 然後有一隻怪物 就像豬一樣 就是黃絲豬 不過有一隻觸覺的圖 就叫Bina Please boycott Mary for her father's crime 跟著Tom就說No problem 那其實這幅圖 我們遲些就會放上 這個望向部 或者在這個 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 大家可以看看 那其實這幅圖 我一看到就非常之憤怒 就基本上就是 剛才許留先生說的東西 就是我的心聲 他還有一件事 就是最好的 他是用一個教科書的模式 讓那些黃絲豬的父母 是可以把這個圖 給小孩看 那就是最嚴重的 因為這一件事 在中國是出現過的 在60年代 70年代 就是文革的時候 黑五類分子 他們的父母是黑五類 他們的子女都是黑五類 那些黑五類分子 在學校就是被同學背蓋的 你說香港現在搞什麼 這些東西 根本就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們在鼓勵霸凌 霸凌一個小孩 原因就是因為他父母是當差的 那算怎樣 你們這樣做其實 哇 比共產黨更差 共產黨都不會玩這家東西 現在 共產黨六十年代就玩這家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就玩這家東西 衰過了 不會再重蹈覆轍吧 現在香港就重蹈覆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時候有一句這樣說 老子英雄疑好漢 老子反動是疑混蛋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的原理 那時候革命的時候 就是大陸 現在絕對是一樣 一模一樣 因為黑五類分子 真的到了鄧小平出生的時候 才是真正平反倒的 其實是破壞的嚴重性 是非常之厲害的 如果你看看黑五類就是 地主富隆反革命分子 壞分子右派這五類人 但是其實香港這個更嚴重 就是他自己是當差 當差就已經是黑五類分子 現在是黑一類的 所以說黑勁 他不只是一類 其實如果他知道你網向偏側 譬如義德台養個兒子 義德台養個女兒 如果在黃絲的格局來說 那你也是什麼來的 你的兒女都要被人杯葛的 好像真B師兄出生 一出生已經是壞分子 戴個肩膜了 小時候就戴個肩膜了 不是開玩笑 老子芒向移運彈 哈哈哈哈 其實他們就是做一種 他們不斷鬥爭 人格謀殺精神虐待 是做這些最可恥的事 極為卑鄙 還有是私刑 行私刑 就是他們那幫人 是吧 歧視 還有其實現在是逼警察移民 我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澳洲、新西蘭的國家 是缺警察的 尤其是缺亞裔的警察 香港警察是可以移民的 不是開玩笑的 是有機會的 嚴格來說 香港現在這種情況 就真的很嚴重 就是把政治問題燒在這些完全沒有關係的小孩子上 他的目標是燒這些小朋友 即他的意思是想傷害你的家人 而令到你 即他們襲警 那他們要負上刑責 或者是怎樣 可能有社會有反彈 那他們唯有用這些方法 來傷害警察 目標是這樣的 其實呢 他們的意思是 想逼家人叫警察反抬 跟他們一起站隊反政府 你不肯和我們反政府 我就會不停騷擾你 令到你站在我們一起 其實家產你講的是一部分 但是呢 更大的可能性 就是那個小孩已經被人迫瘋了 即未到你做到那件事的時候 他們的意圖當然是很不可告人 那種黑心的程度 即變態的程度 真的變態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不是說 有訴求的 他們純粹說杯葛而已 他背後的訴求 其實是沒有說出來的 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要整個警隊崩潰 其實我跟大家講 其實他是要警隊從內而外崩潰 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斷削弱警隊的 無論是林卓廷啊 陳淑莊今天他們做的事情 或者之前那幾天做的事情 還是現在他們這幫黃衛兵 要求那些小朋友去杯葛其他小朋友 因為另外那些小朋友的父母是警察的話 其實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徹底打垮香港警隊 但是你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香港是一個沒有警察的城市會怎樣呢 即現在有警察都這麼混亂 如果沒有警察會怎樣呢 他們現在是放了一個無形的刀 在這一幫警察的子女身上 黃色恐怖啊 即他們那種恐怖程度是 不單止同學是老師和學生家長 是煽動這些去 如果就算他們這一幫同學 或者老師或者家長怎樣 他們沒有實際什麼行動都好 如果那些小朋友 那些警察的小朋友 或者他們的小朋友的媽媽 爸爸也好 他們看到這個post的話 或者看到這些這樣的宣傳的話 他們自己的心理壓力都很大的 就算這幫人對他們沒有做到什麼 他們會不斷地在想 他們的目光究竟是怎樣想著我們呢 會不會隨時他們會有些什麼對我們不利呢 很大心理壓力的 我可以說一點 如果我在幼稚園 我簡直是 剛才說的霸凌 是有個同學生得比較肥一點 有些小朋友叫肥仔 這樣而已 都要去指插他 你不可以這樣說人肥仔 人家都會覺得心靈受創的 雖然他真的肥 不能這樣集體玩他 很嚴謹的 很嚴守的 你們玩到這麼大 你是不是人來的 現在是絕對不是人 我認為那幫黃絲的家長 就是黃衛兵家長 其實他們做的事情非常可恥 而且有一幫黃絲的教書先生 在推波助瀾 根本上現在 譬如好像 我有個朋友就是教書的 他的言論 就和邦向編輯部的言論是差不多的 不包括那些 我講的那些 就是看球的那些 我講看球的那些 他就不是的 因為他是女人來的 我們要分清楚 我們有節目是有娛樂性的 但是我們認真起來 是比任何人都要認真的 我們講的那些 中立的言論的時候 很嚴謹 是很嚴謹的 其實這個邏輯性 但是 我認識的那位教書先生 就是他絕大部分時間 都有邏輯性的 那他現在在學校 就被兩邊的老師排制 就是黃絲和藍絲的教書先生排制 而且有一件事就是 他是嚴厲駁斥這些 所謂黃衛兵的家長 在那裡傳這些事情 但是他很慘 他被人投訴 所以我告訴大家 現在為什麼我們這麼淒慘 就是因為我們站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是兩邊都不討好的 還有現在兩邊都是非常亢奮的 藍絲那邊可能沒有那麼亢奮 但是黃衛兵那邊是非常亢奮 他們做的事情是完全不講邏輯的 還有是沒有道德底線 他們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文革重臨香港 我們用這樣的方法去批評他們 已經是死罪 所以他們是不斷投訴我們的 現在蓋其二那邊 他們都是這樣投訴我們 他們是煽動人在這裡投訴我們 雖然我們說的話 是非常溫和 還有是理性中立 但是在他們眼中 這些言論已經是死罪 你想想如果一個社會 說中立理性的言論都是死罪 這個社會還有沒有前途呢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一定要壯大中間的力量 讓理性的聲音可以流傳下去 原因就是香港現在 在公眾的空間裏面 理性中立的聲音是非常非常之少 可以跟大家說 被人攻擊到已經很厲害了 我覺得已經 還有呢 不單止說是不是中立 其實不是中立那麼簡單 只不過是合乎人性和理性和道德 如果你們為了現在的五大訴求 或者你們爭取什麼 或者向警察報仇 你們原來是毫無人性和道德底線的 那你們還可怕那些魔鬼呢 你們這樣做 我聽過那些黃衛說的 現在香港已經搞成這樣 你還跟他們說道德底線 那關那些小朋友有什麼事呢 你做不做得出聲 你能不能下手 你能不能下手 你能下手 那你已經是人 是不是 你最討厭的是什麼 你討厭那個小朋友 你就自己下手 你要其他小朋友代你下刀 這個才是最卑鄙的 如果這樣做是專業失德的 你一個教師的專業去了哪裡 為什麼可以這樣 走去教育署投訴是可以釘牌的 如果在加拿大 這些叫善暴守恨言論 很嚴重的 在西方國家全部都是 當然 但是在現在的香港 我認為專業人士的是非觀 是完全喪失了 整個道德是淪喪了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是出現過在中國人的地方 就是中國大陸文革時期 就是全部人都是這樣 政治上亢奮 有良知的人被打壓 有良知的人被人禁聲 還有就是醫護人員 是不可以治那些黑五類分子的 有些人當然有良知 有良知就去自己暗地裡 醫治那些黑五類分子 那些人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知道了十分嚴重 中國人 就是內地人 在文革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性光輝的東西出來了 當然有很多很糟糕的東西 就是現在香港 我是暫時都沒見到好東西出來 但是那些糟糕的東西就見了 你說香港會不會繼續沉淪下去呢 就看大家可不可以壯大這個中間 中立模式的力量 如果我們這個力量是完全是壯大不了的 那就不好意思了 其實香港就已經死了 不能夠 壯大人都不說了 真的很心傷 你不可能這樣 你不可以又說 為什麼他不可以這樣對那些孩子 又是那些理由 你不問那些爆了眼的那個 被人凌辱那個 全身赤裸那個 然後你說那幾多個被人拘捕的那些 然後有什麼被警察濫捕的那些 那些人一件還一件 你不能這樣把這些問題拖在小孩裡 是不是 他們是用乾炒牛河的邏輯 就是全部都炒在一碟來講 其實全部都炒在一碟來講 其實你不一定要每一件事去評論 其實我們自己都是分析過的 譬如 要釐清過事實 要釐清過事實 你說眼睛盲了 現在你給醫療證據 我說是警察用布袋彈射到的 讓我看看 任務警 其實已經有很多疑點了 第二件事 說那個黃絲豬隊友的朋友 Simon正 現在說要嫖妓賣淫 現在他們扭來扭去 因為那條法例就是講嫖妓賣淫 那他要是嫖妓賣淫 他都被人拘捕了 這個已經是知道的事實 那你是不是要逼到內地 把那條片放上去新聞聯播 他們覺得別人死是別人的事 他只要利用他去操作政治行為 那他們已經可以了 他們根本不會理你那個人的生死 到最後 是 離譜了 其實我覺得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 講到現在了 其實差不多節目時間了 不過未訂閱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訂閱 因為只有訂閱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才真正可以壯大到中間和理性的聲音 不要讓香港這個社會不要繼續淪喪下去 休息一會兒 好